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利用Canva来制作影片 好 第一个 点这里回到什么 首页来 接下来再点选影片 当然我们不会是点空白 一定是点这个 当我点选浏览范本的时候呢 它这边提供了13361个 就在这里 那可以针对你的主题 一过去它会动给你看 一过去会动给你看 其实这地方跟我们在做简报是不是很像 当然很像啊 你可以把简报转成影片也可以啊 来 那就针对你适合的主题在那边挑 一样的道理 如果觉得不错的主题 你可以把它加到书签列 把它收集下来 这个 好 假设老师 我看到这个5 4 3 2 1 看起来不错 都是5 点开来看看吧 这边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点看哦 10 9 8 老师我需要一个当片头 点开来 假设我需要这个 再点制定哦 这是影片的规格 就是萤幕的规格 1920 x 1080 当我点制定的时候 你看一下 老师我不需要倒数十秒 太浪费时间点了它 按Delete键 我只要3 2 1就好了 我留3 2 1就好了 哦 3 2 1就开始 那这Happy New Year 我不要啊 我这主题不是做新年 按Delete键给删掉 那2023年 我不是要创新年 接下来 重点来咯 要顶哪一个 设计 设计的地方呢 接下来这边有一些范本 可以 所有的结果可以往下拉 还可以再选哦 你看见吗 来 我想把这接在后面 譬如说我们要做全球化的什么 双语教育 需要这个 我不喜欢呢 拉到这里来 还可以再接 既然是影片 这我又不想要 影片就有长度哦 一过来 你们看到那边 3.3秒 诶 这三个地球呢 起都差不多 你看见吗 一段一段 影片是可以拉长度的 那看你的长度 接下来 你看一下 那等一下请各位就先回到这里来 第一件事情 点选影片 老师 我直接就要做片头啊 我不要3 2 1啊 好 点影片哦 再提醒你 一定是点这一颗 也许我们需要推双语教育 那我需要找一个双语 可能全球化的概念找给我地球了吧 自己看一下 这个 主题风格的 你就自己找 比如说 这看起来不错啊 点了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欢再提醒你 下面还可以换 你看见吗 那点开来 就进到编辑视窗 等一下就可以加 那影片怎么做呢 第一段 把你的标题打进 当然每一次的主题都需要 这次影片的主题 作者跟日期跟做简报一样 来 请各位先挑个影片主题吧